这两个人之间总是火花四溅 问题不断 张雨琪总是嘲笑宝宝 嫌弃她身高矮和记性不好 说实话 这样直白地说人家换谁都不愿意 后来两人共同成车的时候也互不理睬 近期更好 张雨琪更是放话说想要退出 看过几期节目都知道 当一个合格的航天员 是需要经过很多道观的 还需要同组的两个人相互配合 可是张雨琪和王宝强这一组就是个例外 再加上两个人性格不同 矛盾不断 前一期节目最后都说不想和对方一组 宝宝更是说她是不垃圾的 节目又往后 训练难度也增加了 一个好的节目对观众来说是很重要的 这就要参加录制的人员努力付出 这样对他们自身也是紧绷着的 一点也不清更 像张雨琪和宝宝这样 遇到问题不去想办法解决 反而要以退出来逃避问题 按理说冷暖不调的两个人 能在一起录制节目共同完成任务 应该是缘分 可他们从开始就是矛盾不断 近来的任务更是互相没有好脸 气氛也是更加的尴尬 他们也是完全没有要和好的意思 都讲着一直冷下去 那再录制也没有意义了 关于要罢工之言事情 导演也不是任由他们胡闹下去 更是表示 那就从头就退出